柴小姐 您真的辞职了 这么好的一个人 就要离开我们了 给你 这本来是要留给我自己用的 没想到您先用上了 您千万不要放弃啊 您回去以后 一定要潜心修炼 赞必锋芒 一球东山再起 我那奶茶店离你们这又不远 你点个外卖就能见得我了 多点点 谢谢 那我以后一天点一杯 陈小姐 您跟方总 真的没有希望了吗 我去帮您说说 我 我去 方总 柴小姐把辞职申请发给我了 您一点都不惊啊 她这次倒是挺有骨气的 去跟她把工作对接一下吧 方总 你也太能 冷静面对每个员工的离开 好 今天有什么安排 一个小时候有一个例会 下午是香水部的芯品研究会 对了 陈小姐说 一会儿要找您讨论彩妆广告的事情 知道了 早啊 工作辛苦了 好 给你带了咖啡 你先出去吧 哦 哦 好啊 这个是子万集团的合作项目 以后就交给你来做了 好的 柴小姐 您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不过您放心啊 在公司啊 我一定帮您看着方总 可千万不能让她抢走 他俩这不挺配的吗 他 行了 我工作已经交接完了 东西呢也已经收拾好了 有机会再见 拜拜 好好地填宠君 怎么变成三角恋剧情了 嗯 第三者的介入 严重影响了男女主的感情 他们究竟是破镜重圆 还是分荡扬镳 前天下午会分解 我已经跟摄影师商量好了 地点呢就选在水族馆 再配上F集团的人鱼姬唇彩 效果一定特别唯美 我们今天下午拍一组情侣宣传照 你觉得怎么样 放楼 放楼 可以啊 就这么定了 好呀 那 你继续忙 我先走了 谢谢 昨天晚上你就让我自己回家 今天不打算送送我 好了 送到这儿就可以了 嗯 你怎么离职了 不是昨天还好好的吗 是他自己选的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 以后不管你去到哪家公司 都要好好加油 我们先走了啊 拜拜 我再 人啊 不能总幻想自己配不上的东西 虽然你放弃得有点晚 不过也算是有自知之明了 这也不能全怪你 毕竟方楼不会主动拒绝别人 这才让你抱有幻想 你这人怎么突然换了个人设 我警告了 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出现在放了身边 你这样的女孩 不过是她无聊时的消遣而已 你怎么说话呢 哎你简直就像是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就那个 什么来说 你等一下 别动啊 等一下 你就是一个自以为是无聊透顶的绿茶精 以为自己长得漂亮就是公主了 但其实那些 比白雪公主的后妈还要丑陋 小矮人看见你都发丑 王子见你都躲着走 魔镜看着你都 对 就是那个 我来到地球后 怎么一次吵架都没赢过 地球套路太少了 我好想会开不断 韩助力 借小琪去打印一下 啊 方总 柴小姐已经离职了 好 那你去 签调太浓 香精的剂量还是可以再精准一点 小琪 你来负责这个专案 方总 柴小姐离职了 小琪 给我送杯咖啡 方总 您是不是想陈小姐了 离职的员工 是不是应该把座机给停掉 你知道你这样很失职吗 给我送杯咖啡 拍照 是啊 今天下午要去水族馆 和陈小姐拍摄广告宣传照 是您上午亲口答应的 陈小姐 陈小姐说 团队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您了 先取消吧 啊 下午还有会要开呢 方总 好 其实我也不喜欢陈小姐 但是 咱们毕竟都答应人家了 这样如果取消会当 好 可以拍摄 但你要把地点 改成糖果艺术展 这 这不可能 不 不可能 那么快 我去沟通沟通 好 赶紧 你看那个 我的糖 我要给我 他怎么 怎么 他怎么大都卖给我的 来 我 没事吧 我没事 我真没事 不好意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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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这里被我们临时征用了 你们改天再来吧 这么巧啊 方总 没想到你有这种闲情益智 在工作日的时候来看这种 艺术展 江总说笑了 我们都是来工作的 你们呢 我们有自己的安排 不劳你费心了 我们走吧 我们快点开始吧 二位 请留步 不知道 你们愿不愿意 当我们的模特啊 我是这么觉得 只拍一组情侣照 我觉得有点单调了 二位一看特别上镜 而且吧 还和方总他们都认识 不如咱们一起吧 这不合适吧 我觉得挺合适的 我们两家公司 本来就是合作伙伴 江总 应该不介意帮这个忙 小夕 你愿意吗 不愿意 走吧 也是啊 默契这种东西 不是短时间可以建立起来的 如果太勉强的话 大家也不需要浪费时间 走吧 谁说没默契 非常有默契 超级有默契 拍就拍了